主料,腊肠200克,橘菜200克,补量,青辣椒一根,红辣椒一根,蒜米两粒,盐一勺,糖二分之一勺,生抽一勺,味精四分之一勺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腊肠切片,青红椒切圈,蒜米切碎,橘菜洗净后切长段,锅内热油爆香蒜米,放青红椒炒香,放入腊肠煎出油脂, 放入切好的菊菜翻炒,加入少许盐,加入适量糖,加少许生抽,加入几粒味精即可,烹饭剂条,跟新鲜的口感不同,这种是腌制过的,有点像酸菜的味道,不喜欢这个味道的话,可以把菊菜在水内多泡一会就好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